今天是9月10日星期四 市有少少回落是很正常的 除了因为昨天美股跌得比较明显之外 更重要的是9月份的低位是 这个星期二的2524点 而9月份的高位是 星期三的22228点 即是由星期二到星期三 短短两天之内 恒生指数由低位升上去1704点 急升1704点两天之内 消化回5、6、8点很正常 就算不是因为美国的下跌 港股今天再抽高 日中都要反复都要回落 先行要看看就是 直到现在这分钟 恒指已经是第三天 已收市那一刻 是走在十天平均移动线之上 这个也是暂时的一个 技术上一个重要的防守性的支持 因为只要指数 穩守在十天线流上 其实也是有利于 稍后再进一步的趋升的 只不过是 星期二、星期三一个市 走得太快 要先休息一下 好了再看看 今个月的高低位是 8号的低位 9号的高位 跟大家说了很久了 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般来说 不会黏在两天之内 即是说 如果8号是低位的话 高位应该是18号之后才看到 反过来 如果9号是高位的话 低位也应该是19号或之后才出现 到底会不会再扭转成先高后低 先看什么 先看十天线 只要指数一日仍然走在十天线流上 我就不是太担心的 当然知道 在技术上的市场 只是属于一个中期跌后的反弹 因为今年由5月27号的高位28,589 跌至这个星期的低位2524点 恒生指数已经跌了8065点 相对28,589点 跌了28% 用任何角度来说 如果以一个调整式来说 已经是差不多了 那往后会不会有些黑天鹅事件 不利因素造成新一轮的冲击 是下回分解 就现在这一分钟 包括美国加息 内地经济下行的风险 比较明显所引发的一个下跌 已经是反映了 早日跟大家说了 就因为市场的避险情绪高涨 机构性投资者一路减持 减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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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们的机构基金的组合里面 持有现金比例是偏高的 如果市场一路低迷的话 问题不大 市场不明的是持有多些现金 很正常 但不是 市场由低位2天之内 升1700多点 那基金经理就有压力了 即是市场升了 你还持有多现金干什么 那你是不是要增持啊 所以在昨天後一個階段的上升 絕大部分都是來自兩個因素 一個高價沽了那些 就低價回補 反正賺了這麼多 就是補倉 第二就是 持現金比例多的基金 見到勢真的來得比較急 不要管了 買住一些 最低限度的市場再抽上去 我可以再加一萬 好過全部持現金比例偏高 基金經理就失職了 不要瞞著 2010年剩下的時間不是很多 只有14個星期 這14個星期 市場是有條件發展一個小型的升浪的 因為只要指數 穩守10天線 再向上望 應該就是8月28日的高位 22,424點 如果能夠突破22,424點 進一步再上望 就是50天的平均移動線 大概現在是23,700點 正在坐的水平 所以市場有機會向下 但是不要忘記 跌了這麼多 它也有機會 作進一步的反彈 我覺得市場的反彈勢 可能還是還未完 因為一天站在十天線上 我的頭子便便輕輕向上望 當然知道 如果未來一段時期 再跌回十天線來向下的話 情況就比較麻煩一點 無論如何都好 暫時先看一條十天線來做人 先看看指數 收市那一刻是21,562點 比到昨天跌了568點 很正常的調整 成交金額是794億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我要確心最寶 明天收市之後再跟你們聊